我非常幸運 我是台灣渡完文化 體驗最親的一個幸運兒 小時候我跟我的媽媽學不語 我的媽媽經常說 一隻草一段路 這是她人生的地匯 她常常在說 說做牛就要拖 做人就要拖 大後來我愛唱台灣的歌詩 台灣的歌詩非常美麗 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語言也很友善 大家也知道 親菜不是隨便 親菜就是請您酌才的請菜 這是多麼的有深度跟優雅的語言 我愛學家母的 我愛爸爸的學家 我愛腿中導師的行為 生意的時間 我愛同媽媽學學法 媽媽同爸爸告訴我 說男人有男命目標叫生簽 他說我們死的人有我們死的名字 你的鍋子九個都會把你生簽去 像這樣這種人間的地匯 也是我們客家的他的地匯 我經常聽我的媽媽說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的目標 老闆就是感謝 感謝就是老年的你 就是老闆 大家知道 這就是每一個藝人 有幽美的地方 當然去學校後 學了非常多的北京話 我們從春眠不覺小 一直到我揮一揮一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中文之美 我們也都體驗到了 這就是臺灣 臺灣是這個東灣文化 大家要保守 保護對方文化的國家 今天 國家語言發展法 它通過了 這是一個 展現臺灣民主法治 更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法典 本席一路以來推動 作為一個重要的催生者 在這裡感謝所有政黨 可以捐氣成縣成縣 讓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 能夠順利的通過 所有議員 都是負責的議員 所有本土的議員 都要保護 臺灣等時代 是怎樣不可以 拜託大家 一定愛及其 接著請劉士芳委員